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雄 拜登于6月5日至9日期间访问法国 并参加了诺曼底登陆80周年纪念活动 此外,拜登还会将与 恩斯基、马克龙卡和苏克纳会谈 诺曼底登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 一次历史性的战役 1940年6月6日 以英美军队为主力的盟军先头部队 从英国横渡英吉利海峡 并抢摊登陆法国诺曼底 在欧洲大陆开辟了第二战场 其战略目的就是让西欧从纳粹德国手中解放出来 也加速了德国法西斯的灭亡 美国总统拜登、法国总统马克龙 英国首相苏克纳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和德国总理舒尔茨 以及其他的约20位国家元首 和政府首脑与昨天诺曼底奥马哈海滩庆祝战 与昨天诺曼底奥马哈海滩庆祝战胜 纳粹主义胜利八周年纪念日 乌韩总统泽连斯基也受邀参加这次纪念活动 泽连斯基还表示 他还被主办方邀请参加特别纪念活动 他说今天我受邀抵达了法国诺曼底 参加旨在加强我们国家 和促进所有尊重人类价值观 和生命的人们团结的重要活动和会议 显然这次纪念活动没有邀请俄罗斯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电视台PMC的日常节目中 为他没有邀请普京参加今天的活动 是这样解释的 这场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 是对诺曼底登陆日的背叛 而现在俄罗斯在发动了欧洲大陆战胜 德国纳粹以来 最大规模的入侵战争中 还占有乌克兰18%的领土 是在万众瞩目的拜登的态度 拜登终于表态了 美国武器可以用来打击俄罗斯境内纵身320公里以内 这将被乌克兰为跨境袭击 防止俄罗斯人从内里进行集结部队 并进行抛击乌克兰领土提供了方便 但拜登强调 美国不允许乌克兰使用美国武器 伸入俄罗斯320公里 打击莫斯科或克里米宫 这允许有他的道理 意思是先不及 慢慢来吧 毕竟当年盟军诺曼底登陆后 也没有立即速胜 而是经过了一年多艰苦卓绝的战斗 才彻底的打败法西斯特 6月5日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还突然的访问中东国家卡塔尔 泽连斯基与卡塔尔 埃米尔塔米武本哈马德阿勒萨尼 举行会晤 泽连斯基在国际社交媒体上表示 感谢卡塔尔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成 以及支持谴责俄罗斯入侵的所有的联合国决议 北约组织的波罗的海行动2024演习 5月在5日 5日在波罗的海打开围 来自20个国家的9000名士兵 80架飞机50艘舰艇将参加北约 在俄罗斯边境附近举行大规模BALTOPS24军事演习 以回应俄罗斯单方面 输改波罗的海地区边界的主杀 演习在昨天从立陶宛的 来佩达岗开始 瑞典将首次作为北约成员国参加演习 但普京总统对近在咫尺的北约演习 并未表示出强硬的态度来回应 据莫斯科时报消息 6月5日 普京参加了一个 赞美德堡国际经济论坛 并会见了国际通讯社负责人 他花费了许多时间讲述俄乌战争话题 称俄乌冲突的继续责任不在俄罗斯 而是乌克兰 他说俄罗斯已尽全力寻找和平 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和平方案 但欧美一直对他的求和冲而不安 他还说 俄罗斯在今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5.4% 按购买力评价计算 俄罗斯已击沉世界第四大经济体 俄越大越前了 他还表示 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损失比乌方的损失少得多 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损失比乌方的损失少很多倍 俄罗斯和乌克兰所遭受的无法挽回的损失比例 大约为1.5 乌军每月损失约5万人 普京还称美国应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这样冲突便可在两三个月后结束 他也给拜登回信 要求美国这样做 他认为美国向乌克兰投入数十亿美元资金 武器弹药和设备 不是因为他喜欢乌克兰 不是因为他喜欢乌韩人 而是因为相信这将进一步的促进美国 北大和全球领导地位 美国没人关心乌克兰的利益 他说 如果他们认为可以向战区运送这种武器 以对我们领土发动袭击 并给我们制造问题 那为什么我们没有权利向世界某些地区供应同类型的武器 对他们的敏感设施发动袭击呢 我们会考虑的 就他说的 俄罗斯越打越富有和战争损失不大 这种太不靠谱的骗人的鬼话 此前在简工网的确有这种说法 那不过是一些脑残鹅粉 替俄罗斯吹嘘打气的话 现在真的在大人物嘴里说出来 还真让人无语 想必 但维德堡国际经济论坛 聚集了一大帮子全球最穷国 比如阿富汗 金巴布韦 东非共和国和玻利维亚等 与他们比较嗨 是值得自豪的吹嘘一下 没有答案 如果是与英德法 甚至立陶宛 波兰等发达国家比较 恐怕是羞愧死的 还自吹自擂什么俄罗斯 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 估计经济搞得最差的北约国家的经济 也比俄罗斯强好几倍 就两年多战争死了50万人 损失的军事装备都是天文数字 而且还要继续加强动员力度 招募50万青壮年去前线 在如此穷兵独武下 民生经济会友好 事实证明 俄罗斯的国内老百姓穷困潦倒 吃个鸡蛋就很奢侈了 就去年年冬老百姓饥寒交迫下 冻死那么多人 就知道俄罗斯经济如今是个什么状况了 再者 俄军在2002年初派遣20万人 直路突进乌克兰 时至今日 根据最新西方情报部门公布的数据 在乌驻扎的军人已超过53万 俄军多年来 军费开支一直保持在600亿美元以上 是乌军30亿美元的20倍 更不用说俄军继承了苏军绝大部分的武器装备了 仅举一个例子 就可以看出两支军队的巨大实力差距 战前俄军拥有固定翼战机1200架 而乌军不到200架 从战争潜力来说 俄罗斯GDP常年是乌克兰的9倍以上 人口则是乌克兰的3.5倍以上 如果俄军真能在这次战争中打出1比5的交换笔 乌克兰早就被去军事化了 绝不可能坚持到两年多后的今天 所以 普京说的俄罗斯越打越富有 现在成了世界第四大经济体 还说俄乌损失比大约为1比5 这些都是信口开河 根本不是靠谱的话 事实上 从笔者一直对俄乌战争的关注分析 战损比应该反过来才对 俄乌两军之间是5比1的交换笔 俄军损失50多万人 而乌军损失在9万上下 当然 如果将乌克兰2万人的平民损失算在内 大约也是5比1 可是乌克兰顽强的维护了国家的独立 也给俄军以沉重的打气 到了让某人绝望求和的程度 说明一切 就他这最后那句话也很可笑 说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提供远程武器 对俄罗斯境内的军事目标打击 意味着他们对俄罗斯直接开战 俄罗斯必将做出回应 怎么回应呢 完全是虚的 没有可操作性 他说俄罗斯也可以效仿西方国家 送远程导弹 乌克兰那样 向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远程武器 那么 这些国家和地区就可以使用俄罗斯的武器 对西方国家发起敏感的打击 显然呢 现在普京说要向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武器 打击西方阵营 目标也只是自说自话 有点在梦游的感觉 实际上没有任何操作性 首先连俄罗斯自己都十分缺乏远程武器 北高丽送的那些不合格的导弹都求职不得 其次 就算是有这些武器送人 有哪个国家和地区去接受这种替俄罗斯火中取利差事 这无影于替俄罗斯挡箭牌 当踢死鬼 一个哈马斯就被其害惨了 现在后悔不迭 其他的俄罗斯那几个朋友 还有没有为其两肋插刀的替他挡一挡北约 我看够呛 此前俄罗斯是给白俄罗斯提供并部署核武器 也曾经不断的怂恿白俄罗斯 参加进去打击乌克兰 卢卡申科是油盐不尽软硬不吃 说明老卢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斗不过西方 除此再还有谁敢不接受他的武器打击北约或乌克兰呢 岂不是自说自话吗 普京说他不久前收到了拜登的一封来信 实际上就是波兰外交部长两周前透露的 拜登在信中警告俄罗斯 若对乌克兰动用战术和武器 哪怕没有造成任何一个人死亡 美军和北约盟友将摧毁在乌克兰境内的所有俄军目标 如果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美国英国和法国将立即对俄罗斯 实施大规模的核报复打击 拜登同时敦促俄罗斯立即 撤出包括克里米亚半岛在内的全部乌克兰领土 这是实现俄乌停火和谈的前提条件 但普京并不说这些 普京说他回复了拜登的信件 他表示美国停止向乌克兰共用武器 届时冲突将在两到三个月内结束 普京还说即使在当前的情况下 也有可能与乌克兰签署和平条约 但乌克兰必须是自愿的 普京这又在自说自话了 之前美国不是已经停止对乌军员六个月之久 俄乌战争为什么没有结束 现在你也可以跟乌克兰签署合并条约 先把部队从乌克兰领土撤军 想占着乌克兰领土停火和谈 证明普京还活在自己的美梦中 普京说并不排除俄罗斯 美国英国和法国成为合作伙伴的可能性 而美国法国和英国却排除了这可能性 普京真以为俄乌战争会按照他的意愿结束 真认为西方阵营政客那么好欺骗 太把自己当为事了 我敢断言只要俄罗斯还占领着乌克兰一寸领土 西方阵营就绝不会跟俄罗斯重归于好 普京还表示 拜登说俄罗斯有可能攻击北约是发疯了 荒谬的言语 当时普京是很愤怒的 敲着桌子说 你看有人想象着俄罗斯要攻击北约 完全疯了吗 蠢的像这张桌子一样吗 是谁想出了这些荒谬之言 胡说八道 现在北约各国和乌克兰已经团结一致 共同对抗俄罗斯 当然你不敢进攻北约国家 一旦让你打败了乌克兰 吞并了乌克兰领土 俄罗斯一定会继续向周边扩张的 却从俄罗斯在1991年到现在 一步步贪婪惊吞乌克兰领土 就可以看出来了 2022年2月24日之前 俄罗斯也曾经信誓旦旦的说 不会对乌用兵 结果所有人都知道结果如何了 特别是你普先生 不是曾经威武霸气的宣言 俄罗斯的边界不会在任何地方结束吗 人们绝不会忽略在莫斯科的街头 立着一块巨大的电子屏幕 上面赫然写着显示着 普先生那句名言 俄罗斯的边界没有尽头 这句话让多少俄罗斯人 手无足蹈 载歌载舞 热血沸腾了 当然最终也让其中许多人 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成了乌克兰土地里的废料 所以现在你说不进攻北约国家 大概率是骗人的把戏 如果他相信自己现在讲的话是真的 他会下令俄军退出乌克兰领土吗 他会放弃企图控制格鲁基亚 摩尔多瓦和乌克兰 甚至是北约的波罗地海等周边国家吗 显然不可能 正如在德国国防部长提斯托里斯 近日演讲中说的 普京挑起了这场战程 他的脚步不会停止 我们绝不能相信普京会在乌克兰边境停下来 如果他能做到那一步的话 归根结底 俄罗斯对格鲁基亚 摩尔多瓦和北约也构成了威胁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继续支持乌克兰 我们的支持 一旦崩团将带来致命的后果 我们必须意识到 俄罗斯的胜利最终会让我们付出 比我们目前对乌克兰的支持更大的代价 显然目前西方各国没有人相信俄罗斯人的话 因为他们向来就是出尔反尔 无论谁都一定要提防 其实道理非常简单 古人约 有德者思弃 无德者思彻 意思是一个有信用的立于道德高地的人 他说的话往往算数 签订的协议一定遵守照办 一个没有信用 不讲道德的人 往往说话不算数 签订的契约协议往往被他撕毁了 一个是最明显的例子 大家一定知道三十年前俄罗斯签署了布达佩斯备忘录 答应给乌克兰提供安全保护 永远尊重乌克兰主权独立 承诺的话何至于如今去侵略人家 一个国家没有信用 总是撕毁协议 别人自然也就不敢相信他的一切承诺了 俄罗斯做出的承诺 韩金亮们如何 过往的历史在那里摆着 大家都看明明白白的 所以如果北约国家选择不相信俄罗斯 俄罗斯除了该怪他自己 还能怪谁呢 不否认 从现在普京最新一系列讲话中可以看出 其实他已经意识到无法打赢这样的战争 要放下身段向乌克兰除核 希望西方人给他台阶下 还表示现在就可以在乌克兰自愿的情况下 跟乌克兰签署和平协议 他再没有像以前那样 提半个字的队伍去军事化了 去纳策化目标 也没提基于现状的停火和谈 也没说泽连斯基不合法 他暗示俄方可以做出某种让步 比如退回到2022年开战前的时空线 他只是想给俄罗斯国内民众一点点交代 有理由让他继续执政 这就是他的一点点可怜的愿望 这是普京最新讲话中传达出的最重要信息 简单的说普京这回真的怕了 开始怂了 最后就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在纪念盟军诺曼底登陆80周年的一段话 结束本文 他说 这一活动和这一天提醒我们 在追求自由和民主的过程中 人们表现出的勇气和决心 盟军同时捍卫了欧洲的自由 乌克兰人现在也这样做 那个时刻团结占了上风 今天在乌克兰 真正的团结也占了上风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吧 如果您认可大雄节目 不欢迎给大雄一些打赏 为正义发声 感谢一路由你